三国时期 刘备手下有才能的人特别多 不得不说他们都是豪杰 可是抛开战斗力来说 这些人还是有些瑕疵的 就说张飞 他虽然善战 但是轻视士兵不得忍心 关羽尽管有能力 但是轻视文人 只懂满干 而黄中就是岁数太大了 更不上年轻人的思维以及节奏 魏严就更不用说了 毁在了金塔细算上面 但是三国有这样一个人 他堪称完美 没有一个人不对他称赞 他就是五虎上将之一的赵云 赵云是个很有能力的人 同样为人也正直善良 勤俭节约 当年很多父老乡亲 只见他加入公孙赞的队伍 要知道能够得赵云相助的人 必然成就一番大实验 他沙场征战 英姿撒爽 是一等一的将领 但是公孙赞没有眼光 更没有成就一番事业的福分 不懂得用才 像赵云这样的人 他竟然只将他当成一个小队长来用 岂不是屈才了 应该说 当他这样来用赵云的时候 就注定了他一生平庸 好在天下还是有时得千里马的伯乐 他就是刘备 刘备当年过来找公孙赞论事 突然解释赵云 意外地发现他是难得的虎将之才 于是他不顾一切 亲近所有的都要与赵云结交 而后赵云与刘备的关系好得不得了 近似于关羽和张飞 公孙赞在一次战斗中失败 队伍也解散了 赵云便跟着刘备一起打天下 赵云觉得刘备是个有能力的人 会是主路天下的主 于是他拼尽全力为刘备打天下 沙场上他英勇作战 平时生活中也细心稳重不张扬 他纯洁无瑕品德高尚 从不贪图美色 在北伐时用智慧的计谋挫败曹军 不过生老病死在所难免 赵云去世了 被追封为顺平侯 当时按照规矩 武将要葬在他驻兵的地方 于是赵云的目的就立在了大义迎平山下 赵云一生都在为国效力 勤俭节约 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陪葬 但是那支亮银枪跟着他一起入土 那是他一生中最爱戏的东西 陪他南征北战很多年 据说那支亮银枪是世间少有的神兵器 无数人都想要一睹为快 想要见识一下 长盛将军用的究竟是什么宝物 但是想归想 却没有一个人敢去 或者说想去动赵云的目的 他是英雄 大家都对他十分尊敬 动他的目那是大不尽的事情 要知道大义迎平山一直以来盗墓贼都很多 可是他们唯独看到赵云的墓就绕道走 时隔两千多年 依然没有被盗 但是之后当地一所小学建立缺材料 无奈之下有人挖去了赵云墓地上的一块 后来这些小学的孩子因为调皮 对赵云的那把亮银枪起了兴趣 于是几个人凑在一起 拿了工具开始挖他的墓 就想看看到底是什么宝物 但是奇怪的是 他们挖的时候 天上就下起了大雨 他们挖的坑立马被雨水灌满了 他们不甘心 用雨伞遮住洞口继续挖 随后天上轰隆一声巨响 银皮山发生泥石流 冲下来的泥土石块 把赵云坟墓全部埋住 之后他们不敢挖了 但是他们走了之后 立马雨就停了 瞬间晴空万里 也许是赵云在天有灵 庇护自己的宝物 与世隔绝 万古长存在墓地里吧 毕竟那上面沾满了无数敌军的鲜血 战争结束了 现在是和平年代 他不应该再出来